我们应该要彼此尊重啊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不管我们念经 点灯 拜佛 对我们来讲很简单 但是呢 对众生来讲很需要 所以都要把这个功德 就像点一盏灯一样 这个光融入在地狱道而归道 融入在正在生病的人身上 融入那些身体在受苦的动物身上 那这样最主要 我们要掌养悲心 也能够减低对方的痛苦 那特别是点灯又能够让对方开智慧 这是佛教的基本智慧 了解轮回的真相 了解无名痛苦的根源等等 那所以念佛 诵经 识座 拜佛 布施 放生等等等等 各位都要记得意念六道轮回苦 那如果我们经常去想到六道轮回苦 我们自己也会生起一个初离心 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我在世间要找成就 那就是执着了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成就这两个事情 所以这个叫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幻化的 刹那刹那变化的 如果你要在这里面去抓住什么 去排斥什么 那就痛苦 所以修行要修到不恶 没有分别 没有爱也没有恨 那我们现在喜欢的要抓住 不喜欢的要把它推掉 就会产生贪爱或称恨 所以不了解 所以叫愚痴 条件好了会骄傲 条件不好呢 嫉妒人家 这个就是最大的痛苦 那佛陀也要我们看清楚真相 那各位所以你要养成习惯 看到花 看到书 看到桌子 看到这个法会 看到这个房子 那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就像各位看到后面的佛像 你不要认为它是真实存在 或者它是一个 一个玻璃纤维 对不对 组合的 里面也是空空的 就算它是石头 它也是很多小沙子组合的 就算它是真实心的木材 它也是一个幻化的组合 只是做出一个这样像 这样而已 像 透过这个像 让我们去认识佛陀和菩萨的伟大 这样而已 它永远要记住这个 在佛教里面 它叫我们体悟到最重要的来 空 明 觉 怎么叫空呢 空就是 你要看到它的真实相 明呢 那你要看到它怎么用 这样 觉呢 那就是了解 了解一切 这些空 跟了解它的明 我们的心的本质也一样 一只猫 一只狗 一个人 一个鬼 本质都是空 但是因为众生 就是因为不空 执着 所以在黑暗 无明 如果你了解了空 那你就了解 怎么去用 我今天做猫 做狗 事先做癌症 都没关系 因为我利用这个 显像 怎么样来 利益众生 所以 那是因为我们 没有这样子的 空性 所以我们会 觉得 你跟我不一样 我跟你不一样 所以 也因为这样 有分别计较 就会起了 分别心 爱恨交织 烦恼照业 所以因为 要如此这个 所以譬如说 今天 明天你要结婚 你要觉得结婚 只是一个 因缘和合 他可能 时间也不久 就像你生儿子 你要觉得 这个生儿子 也是因缘果报 这个小孩子 可能活得比我久 可能活得比我短 他也是一个 暂时的存在 但是生这个 小孩子的意义 是要让他快乐 快乐叫正的空性 不然他永远在轮回 所以 那你 这个小孩子的 本体是空性 但是你如何 让他了解呢 绝 他如果他了解了 他就明 他就知道 怎么利用生命 就像 不立线维 可以造佛像 造菩萨 木材也可以 磕佛塔 磕佛像 木材也可以 拿来印佛经 所以 如果你有空性 那你就可以展现 五花十彩 就像电灯 化成不一样的光 产生不一样的形象 用这个 LED 然后来做咒语 就像十方法界 他们把那个米 拍成咒语 拍成一些善法 这个叫米 但是 米跟食物 反正 等一下化掉了 都一样 本体是 空性 然后对自己 对别人 对万事 对万物 要养成那个习惯 这个叫禅 这个禅就是 形生波罗波罗蜜多斯 所以各位讲到这个 你一定要养成习惯 比如说 现在你来讲堂 你不能说 我喜欢念 欧巴尼 其他我都不管 那你就浪费了 来这个讲堂 这个讲堂在干嘛 所有的现象 都是为了念佛 念法 念生 大家做善法 虽然做善法 人也好 讲堂也好 法会也好 仪鬼也好 大家供养也好 刚刚互执 救生命也好 他的本体都是 如幻如画的 我们叫三轮体空 空性的 那你要就这个去了解 因为你如果不了解 那这个讲堂 叫你去 引导它更好 你不会 为什么你会讲说 那我很专心的 念阿弥陀佛 但是你不会经营讲堂 你不会经营佛教 那你的功德就少了 要成为一个佛陀 你要圆满很多 世间的资良 所以今天你坐在一部公车上 那你要开始分析 这一部公车 它是如何组合的 它的性质 它的用处 你都要分析得很清楚 这条路线 它怎么跑的 突然这个司机有问题 你可以帮他开车 而且你知道路线怎么跑 你不能说 那个时候 我只管我自己 有阿弥陀佛 我只管我打瞌睡 只管我打手机 那你就浪费了 因为你没有利用这一趟 坐公车的旅程里面 去了解万法 因为佛是世间觉 他是对世间的一切 他都了解 而且活在当下 当下是空性 但是又怎么去用 所以就像各位 现在坐在这边 哎呀 法师突然都不在了 空了两个钟头 那你可以拿起麦克风 这部分在家出家的 引导大家 从事于修行 但这里面 没有骄傲 没有自卑 只是因为你 你懂了法 那希望人们 在守八光这界 保持怎么样的正念 跟行为 那你就要马上会 这个事情 那这样你积的功德 就大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百千万亿横河 杀布施 包括我们放生了 还不如 一句法布施的功德 那是讲解 一句佛法的功德 那你要把握 除了财布施 我们也要法布施 那你如何把这个 佛法活动 办得很好 那你要去研究 不能说 等你到了 那个阶段 你要准备好 什么事情 你都要准备好 你到了医院 也不要浪费时间 希望医院的人 都好起来 护士在说什么 我要了解 医生在忙什么 我知道 这个医院 为什么 配备比别人好 他是不是 付持很多 收入很多 为什么大家 喜欢到这个医院来 不喜欢到那个医院去 那你都要去分析 讲空不离开 缘起 你要去分析它 分析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你分析它 不要执着 什么叫执着 哎哟 这个小姐漂亮 这个男人家里有钱 我想要跟他攀缘 做生意的人 就是有一个攀缘 那你就 又被卡住了 被那个金钱 被那个外表地位 卡住了 这样 这个了解是个聪明 它不是智慧 我们了解 只会产生悲心 而不是一种 占有意 也不会排斥 但是你不能说 跟我没关系 我是个假财 然后我管你才卖肉 那卖肉人 他为什么要卖肉 他的心态 那些肉多少痛苦 他一个月赚多少钱 他为什么他们要吃肉 那你都要去分析 找到他的苦 那我能做什么 我来超度他们 我也来减低他们的业障 将来用什么方法 可以引导他们 我们过去也是 杀生吃肉的人 现在我们也会吃素 要用什么方法 那你要 你要分分秒秒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各位坐在我面前 假设这边有五百个人 有五百个人 有五百个业抱体 五百个友情 虽然本体都是空性 但每一个显现都不一样 那我必须了解 这五百个人的共同心态 但是怎么了解呢 因为我要保持那个想了解的愿望 那自然就会相应 自然就在那个时间 那个切入点 能够讲出相应对方的 帮助的 就像我现在坐到上面来 我根本没有预计要讲什么 只是要坐上来念一碗 开始要念 但是 它就会有一些相应法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动机 我这个动机 是符合佛教的 立他的心 希望大家守八万才界 得到佛法的利益 那至于对方 需要什么呢 那就做医生 就要观察对方的脸色 所以而针对他的需要 所以我们必须发起那个悲心 就是说 我愿意了解你 关怀你 希望对对方有帮助 这样可以 那你有这个动机 然后 这个动机是个悲心 然后你内心里面 无所求就是个空性 那自然 对方就会显现出 他需要什么 而且你内心也会显现出 可以对峙他的方法 可以帮助他的方法 这是自然的 这个毫无照做的 但是你只要保持正念 跟这个动机 那这个很重要 那各位这个要学习 这个 今天你跟一个人接触 跟一只鸟接触 跟一个市场接触 你还是保持在这个空性 跟悲心里面 那在那个时间 就会在最好的因缘 在最好的因缘 创造最好的状况 来达到 刚刚讲的 财布施 法布施 也愿对方 离苦得乐的无畏施 这个叫不可思议 就像各位 天空会出彩虹 我们也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你很认真的 在施食 在做某个活动 诶 那个就改变了 肚子痛的人 突然好了 你虽然现在还缺十万块 但是现在是我修行的时间 我还是努力的修行慈悲 突然因缘不可思议 等一下有人打电话给你 刚好你做生意 赚了十万块 那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你不能为了十万块 再烦恼 那不行 你现在该做什么 那佛教还是叫我们 不离开 故意三宝的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这样很认真 那自然显现 这个就是明 所以你安住在空性 那你就显现一切 进一步你能够了解一切 那归根来讲 佛教要我们消除我执法执 消除烦恼 消除分别 那你就自信自然流露 那自信流露 就像一个水晶球钻石一样 它就可以反射一切 清清楚楚 但是它又 那个只是反射在它镜子上面的 但是都是空性 但是却清清楚楚 而不是说这个钻石 或是这个水晶 故意要把对方的影子抓进来 没有那个想法 因为对方的影子 还是随时在变化 对不对 像各位一走动 它就在变化 但是你又很清楚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就知道说 为什么要保持在正面 中国人说 灵静自远 水清月明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一般人就想 我希望月亮不要动 让我看清楚 事实上你心平静的月亮 就清楚印在你心里面 而且在你心里面 一点远都没有 那戒定慧 就是希望我们 透过戒 专心 而显现 看清楚 看清楚 就不会痛苦 不会执着 不会放不下 叫慧解脱 那如果你能够 经常保持这个状态 叫心解脱 那你会开发神通 开发不可思议 那只是说 那你要养成习惯 所以八万灾戒 并不是说 今天才叫八万灾戒 而是 我们透过八万灾戒的修行 保持这个正念 透过念佛 念法 念生的正念 调整 就像 透过奥密托佛 透过念佛 清净 或是乱着水 透过明凡 转一转 明凡融化了 水也清净了 那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 待人接物 处理生老病死 爱恨别离的事情 保持空性跟悲心 佛教是一种超越 超越痛苦 而不是说 我不要痛苦 没有人不要痛苦的 只要你有肉体 就会生脑病死 但是你如何超越呢 但是超越 你就要冷静分心 哪有我这个身体 但是你如果没超越 你就会卡到 身体是我的 这是惯性意识 我们叫概念思维 身体是我的 今天突然有一个东西 砸到你脸 毁容了 流血了 你剩下一个眼睛 那有所谓 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 但是你 接受不了 因为我被毁容了 我这个脸不好看 如果我会这样想 那我不是活在人的世界 我活在狗的世界 我家那只狗 只要认得我 它就要尾巴 它管我一个眼睛 但是你如果你活在 人的分别世界 你会觉得 我一个眼睛很痛苦 狗不会管你了 主人你断一根腿 它还是跟你咬尾巴 主人你现在 老公跑掉了 它还是跟你咬尾巴 因为它没有 你的分别意识 但是我们自己有这种 这种我只发展 发展出来 我是人 为什么毁容 为什么我老公对我不好 因为所有的烦恼根源 所以首帮弯节 要你进化一下 不要去想世间的意思 持戒 保持正念 保持正念 就像现在上师他们的念 他们已经习惯了 保持这种三昧的状态 按照经文去观想 按照经文去持重 就因为这样子的心灵力量 行为 就把往生者引导而超度 如果往生者很有虔诚的时候 往生者在轨道 在地狱道 那我就调整你 调整你 那问题你要调整这个苦 那你要让自己很 很平静 就像你去看到一个人 受伤了在那边哭 那你要去调整他 那你要用你的念头 引导他的念头 超越他身体的痛苦 你可能讲一个笑话 甚至透过佛的力量 你念阿弥陀佛 你讲佛法 那个时候拉住他的心态 而超越他的身体的变化 甚至死亡的过程 所以简单说 比较快就是 希望各位保持那种死亡的边缘 就是说 我现在躺下去 我可能就要死了 没有人跟我祝念 现在我要帮我自己祝念 每天躺下去都要祝念 我现在一心念阿弥陀佛 观想极乐世界 我做了很多好事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往生净土 不管在任何时间 所以因为你在躺下的时候 你要思维这个 思维善法 回向净土 那你就很安定的 睡着了 因为你保持在正念里面 睡着了 保持在正念里面 往生了都可以啦 对你来讲 那八观在戒是希望 虽然各位没办法出家 乃至每天保持正念 那至少利用八观在戒的时间 你要一教奉行 外以八支内六念 保持在这种借根定的状态里面 开始关心周遭的一切 从周遭的一切去看到真相 万法都是缘起信控 万法都在显现佛法 那这样你的脑筋才会清楚 如果各位要行菩萨道 我不能说 我只懂放生法门 其他我都不懂 你不要找我 我只懂念佛 禅宗我不懂 那你这样讲不对 因为菩萨要法门无量实验学 那法门无量学是因为了解 众生无量 烦恼无量 我为了要解决熟不一样的众生的 不一样的烦恼 所以我就找出那个方法 也去学习那个方法 今天我碰到这个事情 我不会解决的 我不能放弃 各位记住这句话 你今天刚才一件事 没有处理的 那马上你就要清洗佛菩萨 要怎么处理 看佛经要怎么处理 那是大座去思雨 要怎么处理 那这里面 你就会开发处理 大陈佛教的禅 你今天你看到一个女孩 拔头 你今天看一个老人 主杀 对新闻知道 你就要讲这件事 变成你的事 去思雨 我还是那个老人 我还要处理 再来 那我是老人的家修 我还要帮助他 那你就会开发 主比地毁 你不能说 与我无关 不行 所以大乘佛教的禅 它是讲的是了解世间 小乘佛教的禅 它是了解自己 我赶快打坐 不要跟我讲话 我不要有贪嗔痴 究竟极灭了 我就超度了 正好 但是大乘佛教 是以众生为主 世界为主 所以你 你什么事情都要研究 为什么这些白是哪色 那是黄色的 那这些西部落着 你都要去分色 因为你要开发 开发 世间解 正等正觉 三明 十六行 明行足 所以 那你要开发这些 而且了解万法的真实相 如来 所以那是旗啊 那是水冠啊 那是电风 那是电 那是天花板 这是有差别的 凡所有像 那凡所有像的本质 你都看清楚了 那重点是 你看自己看不清楚 你要看不清楚 所以慢慢 你和世界的关系 你都很清楚 但很清楚 又很和谐 没有冲突 我们现在是冲突 我要快乐 不要痛苦 我要健康 不要破诊 我要生 不要死 我要导致 不要放开 那你永远在这种 拉拔 挣扎 痛苦里面 所以我各位要了解 我们学佛要找到自信 了解万法的真相 而能够超越一切 而不是说 我想要怎么样 除非你精神有问题 你已经控制不了 你的心性 反正我就是 我就是要这样 我就是要这样 那你叫强迫症 那你可能没办法修行 因为你有强迫症 有精神忧郁症 你没办法修行 因为你控制不了 你的心态 没办法 所以有些人找我出家 师父 我还想要出家 我都问他 你曾经精神有问题吗 有啊 吃过药 那现在还在吃 所以你就还不能出家 除非你完全不用药物了 然后内心又很清楚了 那你还可以 那有一种人是 虽然没有在吃药 但是他个性控制不了 水性洋滑的 好色的人 第二个 脾气不好的人 第三个 疑心很重的 连三宝他都怀疑的 你也不能修行 因为你的烦恼刺慎 我都 那这个你要了解你自己 你要了解你自己 我就是这种烦恼刺慎的 好色的 爱生气的 心里很乱的 那你要故意 勉强你自己专心 抄精 你不要再去想 我要去参加法会 我要去看那个事情 那你要随时你的烦恼磨 那你都不知道 我要定下来 我要抄心经 一百零八遍 我要每一个字 抄得很清楚 你要强迫你自己 先把你心安定下来 那你再来参加法会 对你有帮助 不然没有帮助 你来参加法会 只想满足你的 心中的这种 我要什么 什么 那就错了 那佛教里面叫 不能想我要干嘛 因为这个万法都是 平等虚幻的 有什么好想的 想就是起心作念 就分别 所以我要让一切事情 自然 自然 涅槃极尽 因为万法这些 生生灭灭的 它本来就是在变化 我内心无所求了 生灭灭 即灭为乐 对外面的这种变化 我不会再去 再去排斥或贪欲 那你就可以看到 一切变化的殊胜 那但是 为了要达到如此 我们要守戒律 修禅定 好 各位现在有一本书 修行法药 我们就念几句话 那希望各位念的时候 要达到功德 这什么意思 每一句话 都是诸佛菩萨 善知识的口诀 我很喜欢收集这些 然后呢 这个口诀 对我们成佛 利益众生断烦牢 很大的帮助 所以每一句话 念完的时候 就产生一个功德力 因为我们在念佛 念法念生 那希望这个功德力 对整个法会 对周遭的人 对消灾 对六道众生 对往生者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这个叫法力 为什么 各位刚刚放生 念了大悲咒心经 因为 希望这个法力 跟这个无形的穿透力 我们人在地下室 雾名在楼上 但是一级一切 我们念的 不是像各位 各位刚刚在念 因为我有事 必须要跟人家讲话 我会把各位的声音 融入到六道里面 那个比放录音机好了 因为那个是有心照做的 有一个悲心念 放生以轨 那是大悲以轨 这个大悲以轨 可以帮助六道众生 忏悔 归于法院 往生净土 我们那个声音力量很大 但是我们要随喜这个法会 也把这个供修的力量 融入到空军公墓 融入到屏东 融入到地域 那你要这样做意 就是说你要跳成这样寻 明明 两位上师在念 就可以超度多少了 我们这几百个人念 输他们吗 你要这样想 问题是你要愿意 专心就可以 上师也念 我们也念 又供养 又下师 合起来的力量 对万事万物都有帮助 对整个法界都有加分 对四圣六凡都有帮助 就像你在佛前 多供一朵话一样 那你要借过这个力量 所以各位 你要关心整个世界 现在世界上 有很多地方正在念经 也在办法会 也正在做利他的 老人院 孤儿院 就像护生员 各位 我经常观想护护生员 只要护生员一天存在 很多物命就吃得到好的 被照顾 他们就多活一天 如果没有这些物命 早就被杀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只牛多活一天 这一只蚯蚓多活一天 产生了一种生命的力量 一种放生的力量 那因为这个放生的力量 融入于到其他痛苦的生命身上 那你要把你的思想 做这样子的一个观修 所以这个人生病了 那我要把所有这些善的力量 透过他 回向给他 以及代表他一样的苦的 所有的生命 愿意持功德 回向巴登仁波切 这样 以及所有往生的师父上师 所有现实者 所有同样病苦者 那你加入这个 所以你要把每一个因缘 都当做一个最殊胜的 就像各位结婚叫终生大事 你可能很认真去买礼物 安排 联络 弄了一大堆 然后很认真 那修行以后是 对不起 每次我都很认真 记住我这句话 每次每秒 一个回头 我都很认真 我在车上 车换到一个路 所有放生 烟共 点灯 所有功德 透过这几颗米 恩阿宏 布什出去 每一条路 布什出去 不是说给孤魂野鬼 开车的平安 走路的平安 店家所有房子得到加持